中文字幕 羅倫 苗栗縣投降的象山書宴 是1901年 地方人士越來越要設立個性和重心 在新竹飛鳳山戴天堂 芬香落後到這邊設立寧靈大墳堂 但是因為大墳堂其實所有的寺廟牽涉到非常非常長 那種內地信眾辦事情的部分已經牽涉到要漢民很強 要漢民很強 所以當時的元帝主湯先生 湯漢先生他們就講說 來開一個國家法書打夜鞋 晚上濃忙以後 濃忙以後上個抗問 就開始有 有當時整個是用一個神牌 一般習慣講說 學校大墳堂就喜歡是神牌這樣 就開始上課 早期入本時代的登記是觀影過 因為他很反對道教 那沒辦法 後來就改為 不可以改為孔子廟 就是想說 喔 那入本人很尊重苦教 那就把大墳堂做正位 其他道教神職就做 本地是富士師 就是在旁邊變成 這樣的封鎖方式 但是後來因為 國民小學非常的普遍 幾乎很多兩三個村 就是一個小學 所以整個香山事院就停掉了 雖然早期對 早期也有出現好多位 因為尤其是 胡東海道先生 他處理最多 最早的就是 范志遠先生 當時39年 建公子廟就是他 當主張美人 他是曾經當過 新主座周一眼 頭香香展 苗栗農點水利會長 書法班 開始就開始願奏 然後指辦美人 先輸了比賽 然後現在 然後我又接觸了我們 本身 民主席的團隊 一直都要我 演奏 對 對 使用